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迹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翻开法言念佛三昧论 第七月第二行 我们从立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一地 不离当念因果原成 我们从这一句论文看起 那么这一段讲 通过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一地 这个是原教 原教有四十二个位置 就是从原教出柱 那么二柱 三柱 一直到十柱 再上纪就是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第十一地就是等绝 再上纪就是妙绝 所以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这是四十个位置 那么十一地是等绝 再上纪啊 妙绝就是成佛了 所以从原教出柱位到妙绝位 这个当中有四十二个位置 四十二个位置 那么经过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一地 不离当念 因果云成 那么这个经历啊 四十一个位置了 那这个经历 这四十位置 在我们一般的概念来讲啊 那这个要经历很长时间啊 那么这里讲啊 不离当念 当念就我们现前这一念 就在我们现前这一念啊 他因果就圆成了 因就是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十一地 那是因 那妙节是果了 就在我们当前一念啊 那这个因果啊 他就圆满了 就成就了 那这句话我们的确很难 很难懂啦 很难理解啦 那在我们凡夫的概念当中 总是有个时间观念啊 一个过程啊 那么一念啊 当念就是当前一念啊 那这个极短暂的时间啊 那极短暂的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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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极短暂的一念啊 那极短暂的一念啊 就因果就圆成啊 那极短暂的时间啊 这个的确我们很难懂啊 很难理解 那么顿教是不离当念啊 这是颜顿教讲的理论啊 这是成佛呢 从年成佛就是你一念绝就是佛了嘛 一念谜就是凡夫嘛 那这个我们在六祖谈经啊 这个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那么他在谈经也有开示 这么一段话 那六祖说呢 迷者经累劫啊 悟者刹那劫啊 那么六祖这个开示啊 也就是跟华言讲的 这是一样的 属于颜顿教 就是我们迷惑颠倒呢 那无量劫啊 累劫就是 无量劫啊 那这个时间啊 太长太长 无法计算了 累劫啊 累劫啊 用累劫来形容这个时间之长 迷 那经累劫还是凡夫啊 那一念绝呢 那刹那就成佛了 迷则经累劫啊 悟则刹那间啊 悟的一开悟啊 一开悟 当下是刹那间的事情 那不是说经过多长多长时间啊 这个 慢慢开悟的 那当然在建教讲是有这个层次啊 一个层级啦 但是到 那时候 无论是建教 顿教啊 真正悟入的时候 那的确通通是在一念之间 你建修 修到最后 你悟入还是在一念间啊 那顿教的修行人啊 他就可以直接去顿悟 那么一旦 误入了 那顿见也都谈不上了 都一样了 那么从顿教这个理论来讲啊 顿教是真实说了 说真地真实说 佛讲真话了 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 不但我们凡乎听不懂 全教菩萨 二圣圣人 他们都已经正国超越六道了 他们还不懂啊 他们还不能理解啊 那这个就是要讲这个建教建修 那么圆顿教呢 就是讲这一念心 我们当前这一念的心 那心谁没有啊 大家都有啊 那么这一念心呢 刹那间 可以成佛 这个跟六祖讲的是完全一样的 你则经累劫啊 悟则刹那间 动悟啊 悟入啊 那是一刹那间的事情 那不是说 三大阿僧齐劫啦 无量劫啦 那么这个佛方便说 那也是 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是事实 因为凡夫 二圣前教菩萨呢 还没有 离开这个 时空的 这个妄念啊 还有这个时间空间 那在顿教里面啊超越时空啦 他超越了 所以连这个世间的科学家也知道啊 时间空间是我们人类的错觉啊 事实上没有 事实上没有 是我们的错觉 那那么这个跟佛讲的就相同了 那佛在这个维世论里面讲啊 时间空间这个概念啊 叫不相应形法 他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他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不相应形法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 抽象概念 那人一个抽象概念啊 所以 这个顿教讲啊 这一念心刹那可以成佛 那你修行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启节呢 那佛在经上也有讲三大阿僧启节 甚至讲无量节啊 那么那就是方便说 我们听不懂嘛 讲这个方便啊 我们才能够理解才能接受 那佛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那等到你明白了 就跟你讲真话了 那讲一念可以成佛了 一念成熟了 就讲真话了 像佛陀啊 四十九年讲经说吧 一开始讲法言 那大家听不懂 那连恶圣圣人啊 设立佛大目见脸都正阿罗汉果啦 如龙如莽啊 听到好像没听到 好像没看到好像没看到 不知道佛在讲什么啊 听不懂 那听不懂就好像 那听不懂就好像 笼子一样 那后来呢 佛观察这个 大家这个阴连还不成熟 所以先从仁天小教 来讲解啊 来讲解啊 讲这个仁天善法 啊 这个 四圣第十二音年啊 六度 提升到六度 啊 讲了十二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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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教了 啊 小死中顿年啊 先讲 华言是讲 先讲小教 啊 再讲死教 啊 啊 那这个 天台是讲 上通别言 那么 小圣教啊 就是讲了十二年 啊 就是等于是 小学 十二年的功课 讲这个 仁天 因果 善有善报 惡有恶报 善惡因果 先教这个 啊 然后再教这个 四圣第十二音年啊 这个超越六道的 这个 小圣教啊 人天小圣 讲了十二年 那么再进入死教 开始啊 要进入 大圣啊 就好像啊 小学啊 毕业了 提升到中学了 初中高中了 那 那 中就好像 这个 这个 进入大学了 啊 啊 开始念大学了 啊 那么 顿教啊 啊 啊 也就是 啊 提升到这个 硕士班啊 啊 那 研教呢 等于是博士班啊 研究所啦 啊 那这个 用我们世间这个 呃 协力啊 啊 来做个比喻啊 啊 我们知道一个概念 啊 那么 那 佛讲了这个 那 佛讲了这个 那 佛讲了这个 二十二年 波勒啊 讲了二十二年 那 波勒讲的就是 顿教啦 那么最后啊 八年啊 讲法华涅槃 那 回归到 研教啦 因为法研是研教 最初讲的 啊 大家不明白 啊 所以佛四十九年啊 啊 这个办学校啊 先办小学 中学 大学研究所 到最后呢 讲妙法联法经 开拳现实了 那 回归到一圣研教了 啊 所以在妙法联法经 我们很清楚看到 经文讲的 说这个 没有什么二圣三圣 五圣 我们现在要讲到 五圣佛法 这个法华经讲啊 唯有一圣法 五二一五三 除佛方便说 那 讲清楚了 那讲真的呢 只有一圣法 啊 这里讲这 圆顿教 刹那成佛 这个是圆顿 这是真的 啊 因为众生不懂啊 不懂就方便说啦 啊 讲人圣 天圣 神文圣 圆结圣 菩萨圣 难道进入大圣 再进入一圣 实际上呢 只有一圣啊 没有三圣 没有二圣 那这个我们要明白 啊 啊 所以我们 学习到这个法言啊 念佛三昧论 他这个 彭基士 他是根据法言经来 编这个论 那法言是 跟法法啦 是 在中国佛教啊 佛教界公认的 一圣元教的经典 啊 所以这个 不离当念啊 因果圆满 所修的因 也圆啦 所正的果也圆啦 所以啊 至圆至顿 佛经啊 常常用 岩花 来表画啦 表什么 岩顿 岩花在植物当中呢 他是因果同时 那一般植物都先 开花后结果 就先有因 后有果 只有这个 岩花呢 花一开啊 他的脸子 脸棚 都同时 长了 同时出来了 啊 所以在佛经上 我们 看到啊 都是以岩花 来表画 表这个 岩顿的大法 岩顿的大法 就因果同时啊 啊 就是 不离当念 因果原成啊 表这个法 怎么说 不离当念 就能 正得这么 学赤地呢 啊 我们的概念当中啊 那赤地 就是一定有赤地啊 啊 当念就是一念之间啊 啊 很短暂的时间啊 那这个怎么说 不离当念 就是我们当前这一念 啊 就 同时啊 就可以 责得 这么多的赤地呢 啊 从这个初柱到十柱 从初行到十行 从初回向到十回向 从初地到十地 这四十个位赤耶 啊 然后再到等劫菩萨 四十一个位赤 啊 等劫呢 再破一品无名 那就圆成佛道啦 就敬绝啦 啊 那这个 这个明明有赤地啊 啊 那怎么说 不离当念啊 就赠得 这些赤地呢 那么黄念老啊 他举了一个 比喻啊 啊 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啊 也能够体会一个 一个这个 圆顿教的一个概念啦 啊 啊 他这个比喻啊 啊 他举出 啊 我们坐电梯这个例子啦 啊 啊 比如说 一栋摩天楼 一百层 啊 像我们台北这个 这个 信义路这里啊 啊 我们道场附近啊 有一栋啊 一百零一层的 一零一大楼 一百零一层的 那一百零一算是摩天大楼啦 那么我们从 最底下这一层楼啊 要上到一百零一层的 这个最高的 那个楼层 啊 那最高那个楼层 就比喻说 臣究竟佛果啊 啊 妙诀位 啊 那从这个 最低的啊 啊 那我们就从这个 延交出注算起吧 啊 或者在推前啊 啊 从这个 出信位啊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算起啊 啊 啊 还是从环夫位啊 啊 这个这个地方算起 这个这个就是 从最底下的啦 啊 就从最底下最低的 啊 那么 如果你要上 一零一大楼 最高的 你做这个快速电梯 现在那个快速电梯很快的 啊 啊 那么 那 那 你这个当中 不下来 啊 就从 最下面这一层啊 那直接 就可以到达 最高那一层 啊 直接就可以到达 最高那一层 啊 那么 当中啊 啊 没有停下来 没有 没有下来 啊 没有停顿 就直接上去了 直接就 坐电梯啊 从一楼 就上到一百零一楼了 啊 就到最高层去 啊 而且很快 啊 特别现在这个快速电梯啊 啊 一下子啊 啊 两三分钟就就上去了 啊 那么 这个 坐电梯的人啊 一下子坐高速电梯 到了最顶层啊 一百零一层啊 那 那这个人怎么样呢 他 不离开他的地方 对不对呢 啊 他有没有离开那个电梯啊 在电梯里面 站在东南角 他没有离开东南角 啊 他站在一个角落 啊 他一步也不要动 啊 就站在那里 可是呢 从这个平地啊 已经上到一百层楼 上去 这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啊 现在大家都坐过电梯啊 都有这个经验 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离开那个地方 啊 不离当处 坐电梯就是在那个地方嘛 啊 他没有离开啊 啊 啊 从平地就直接上到最高那第一百层了 啊 这个就是你坐那个电梯是阴 一下子达到第一百层楼 是果啊 啊 因也圆了 果也圆了 因果同质 啊 他上去了 那么黄老这个辟语啊 可以帮助我们 啊 一点了解 啊 就是他没有离开他 站的这个地方 可是呢 他已经达到 最高的目的地了 那坐电梯啊 没有离开那个地方 那一下子就 上到最 最高那一层楼了 啊 从他开始的出发点到目的地 啊 他一步也不要动 就在站在那里 那么 从这个辟语我们可以懂得了 啊 那么如果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辟语啊 我们能够信入的话 那我们当前这一念呢 也就因果圆满了 当下这一念 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啊 我们有缘亦道华言这个 一圣经典的理论啊 啊 那那个也是 非常 不容易 非常殊胜的 那一圣圆角啊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一段 先看论文 故月才发菩提及成正觉 如鲜守品出发心功德品 广名思适 那么这一段论文啊 啊 啊又说明发菩提心的重要 啊 现在呢 我们很多人修行啊 啊 已经注意到实修的重要 啊 实际修行的重要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 啊 要实修 那这个 就很难得了 啊 知道要实修了 啊 知道修行的重要 啊 啊 所以礼拜啦 供养啦 修持 念诵 啊 都很勤 啊 很精勤啊 啊 就不懈态啊 就是很用功啦 但是往往 有人还不知道 发菩提心的重要 啊 啊 那这个是 修行人当中啊 啊 就很多人疏忽掉 发菩提心了 不知道啊 发菩提心 他的重要性了 啊 啊 那么 知道啊 要用功修行 啊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 有的人真的 他这个用功啊 我们是 啊 不如他们了 啊 发菩提心 用功修行的人 很多 啊 但是呢 啊 这个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要发菩提心 不知道 发菩提心的重要性 啊 啊 啊 那么 那么《华言经》最强调的是 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在《无量寿经》 也看到 啊 三倍往生啊 啊 啊 那么他修行的这个 个人的阴连啊 跟气不一样 啊 分上倍 中倍 下倍 啊 无论上中下哪一倍 那么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这段经文是 都一样 啊 那其他呢 啊 你大慈经戒啦 啊 修福啦 啊 或者 没办法修福啊 啊 啊 随喜啦 啊 这上中下三倍啊 个人的根据修行 等级不同 啊 但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可见得 啊 这个 《华言经》跟《无量寿经》啊 啊 《弥陀经》啊 对这个发菩提心啊 啊 就非常重视了 啊 特别华言啊 啊 是最强调化菩提心 那么 《华言经》 我们讲到啊 啊 啊 这个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是名谋业啊 啊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啊 那这个我们也要 多说一说 《忘思菩提心》啊 啊 啊 菩提心 菩提心 佩提是印度化 iedzieć是印度化 Regard youtubers card with bell 那么没有花菩提心 妄失菩提心 但是他很认真在修诸善法 断恶修善 修种种的善事 但是这样是什么业呢 这个在华严经的标准来讲 不叫善业 叫谋业 四名谋业 谋变成着谋 变谋业 那这个话怎么说呢 没有花菩提心修诸善法 四名谋业 那为什么华严经没有讲 四名善业呢 成为谋业呢 这个谋的意思 就是受到折磨了 不能摆脱 那受什么折磨呢 我们六道轮回就是受尽折磨 受生死轮回之苦 受这个折磨 生生世世从来没有暂停的 那这个就是磨 八大人结经讲的 四磨 天磨 烦恼磨 无因磨 死磨 那么这个磨就是折磨的意思 如果只有修诸善法 没有花菩提心 那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么来生啊 会得到人天福报 这一生修福啊 那来生 会往生到人天善道 得人天福报 那享受啊 人天的荣华护贵 那这个在我们一般人来讲 那很好啊 那这个怎么叫磨叶呢 在六道当中 人天道啊 享受人天福报 那是好事情啊 但是我们人的眼光看得浅啊 我们 盘福啊 眼光看得浅 佛的眼光看得远啊 你这一生修福 那来生享福嘛 那么人一享福啊 就迷惑颠倒 那么享福的时候就造业了 造恶业了 那我们看看现在很多富贵人家呢 哎呀 浪贵啦 奢侈啦 甚至造作很多恶业啊 有财有势啊 所以他造恶业也大了 影响的层面也广啊 那么二月照多了 那福报响尽了 第三世就多伤恶道气了 到伤恶道气受苦了 所以经典上也讲这个叫三世愿 第一声修福 第一世修福 第二世享福 享福又迷惑颠倒 又造业 造恶业 恶业造多了 福报响尽了 第三世就多伤恶道 多低于去了 那不是三世愿吗 那佛看得远啊 那我们凡夫啊 眼光看得短浅 只看眼前啊 没有看到将来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社会上这些做大官的 大富大贵的人家呢 有几个人他肯修行呢 难啊 四十二章经讲 富贵学道难啊 不容易 所以 你没有脱离六道 修种种的善法 只是能享受人天福报 那 没有办法呢 生生世世都修福 人啊 享福就很容易迷惑了 除非你修行啊 有相当的功夫了 有这个警觉了 不然的话呢 你一享福就浮屠了 浮屠就造恶业 而为照多就 福报响尽就堕落了 堕落到山土去了 这很可怕啊 那么这个 就是没有发菩提心了 关键就是没有发菩提心 金刚经讲的 你着相修福 得人天福报啊 人天福报就是三世愿 如果你离相修福 那你超越六道 超越四法界 那果报不一样 那么离相就是发菩提心 就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觉悟啊 觉而不明啊 所以你才发菩提心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这个菩提心就很可贵啦 就是这个话啦 才发菩提及成正觉啊 这个论文讲的 因为呢 因果原成啊 当年就成佛了 那所以 你才发菩提心 那当下就成正觉 那因为当年就原成 所以他发心的时候 就是成佛的时候啦 啊 法言之顿 之超情 之离间 之不容易懂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一般人很难懂 不懂就都不能接受了 哪有这回事情啊 那不能接受 因为不懂 无法理解 所以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 超出我们烦情 我们凡夫的见解 所以法言这个 就是原顿 就是当念成佛啊 超出我们的情见 那他不在我们凡夫这个情见里面 那用我们的情见啊 那很难理解啦 没办法理解 那么这个 法言啊 知顿 知超情 知离间 知不容易懂 也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 才发菩提 极臣正觉 这个 很难懂 那么 黄念老讲啊 他说我的话呢 大家都能懂 他说我讲这个话 话是都能懂啦 可是啊 这个话里头的意思啊 那极深啊 跟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是隔隔不入 跟我们一般的思想观点那是 是隔隔不入的 所以 黄老也讲啊 他说老实话呢 这个要慢慢的来 现在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 那这个没关系慢慢来 我们现在呢 先不要去否定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懂 但是我们坚持保留态度 那天我们搞懂了 也就明白了 先不要去否定 否定你就不愿意修学啊 那就很可惜啊 这个原顿教的教法呢 当面错过了 就是很可惜 所以黄老劝我们啊 现在呢先养信 养就是信养了 养牧 相信 佛的话 都是真实的 不欺骗人 那么 什么叫养信 这个黄老这里也引用法元经 给我们说明 法元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是最高的经 法元经是经中之王了 一切经都是法元经的眷属 就是佛教里面最高的 最高层次的经典 经是这么主张的 那怀恩经是佛讲的啊 经典是这么讲的啊 我们不敢不相信佛讲的啦 这个就叫做养信啦 虽然不明白 但是我们信 那佛讲的 的确都是事实真相 那么我们慢慢啊 再去修持 逐渐逐渐休息啊 真能信入 我们真正从这个地方啊 能够相信 能够误入 我们就进入元顿门中了 我们就 一下子我们也进入元顿门当中了 华元经有一品专门讲 花心的功德 花心功德品 那初花经集成正解啊 就是这一品经讲的 可见花菩提经它的可贵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论文 如是念佛啊 能于一切处见如来生 那么这一段啊 如是念佛 能于一切处见如来生 这个 一段啊也就是 直接上面的论文讲的啊 就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元顿教的道理 那么用 用 这个花菩提心啊 来念佛 那么 就能够于一切处啊 见到如来生 一切处就是 无论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都见如来 所以黄老给我们讲 这样念佛有什么殊胜处呢 就是你懂得这个法言的理论 这是元顿教的理论 那么明白啊 之后啊 你用这样的 心来念佛 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 这样念佛 就能于一切处见如来生 就可以在一切处见到如来啊 那一切处见到如来 就不一定在佛堂了啊 你在外面啊 游山玩水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那就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来啦 就见到如来啦 那么如来是法生啊 法生佛 法生变一切处啊 无处不在啊 无时不在啊 时时处处就见如来啦 那么下面你有引法言啊 本论所引君出法言 啊 这个本论就是这个 这个 法言念佛三昧论 所引用的 这些经文啊 都是出自于啊 法言经 大方广佛法言经 那么在啊 一般佛学院啊 都不讲法言啊 那为什么这个法言经 已经部头太大了 啊我们 敬老和尚在世啊 他很喜欢法言 他算是 就是讲的法言经啊 啊 讲的比 李老师还多啦 讲的时数啊 比李老师还多 他也希望 圆满的讲完一遍 啊但是呢 还是没讲圆满 早年在 啊这个 台北 啊台北那个时候啊 还没有买 景敏法杖佛教图书馆之前啊 就已经开始讲法言了 啊 那个时候韩馆长啊 出地方 借地方啊 啊 叫我们 师父啊 讲经 啊 我记得以前也曾经在 借第一百货公司 台北市第一百货公司 讲过法言 还有好几个地方 啊 像礼业碧讲堂啦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至连经社啦 啊很多地方啊 啊 那 有一段时间啊 也有讲到法言 啊 啊 啊 那么后来有佛陀教会基金会 啊 啊 啊 他讲了法言经啊 啊 也就是很多地方讲 啊 包括 人长往生之后 啊 啊 那么在台湾早期啊 啊 台南播了精释 开心法师 他也齐情 啊 啊 那么 他总是想想把它讲圆满 但是讲到85岁啊 啊 啊 这个 啊 那个时候他回家乡 有两三年的时间 住在如江十祭禅寺 那个满功老和尚 也盖了一栋华言讲堂 独立的在誓言里面 当中盖个华言讲堂 供养我们师父在那里讲华言 那么讲到八十五岁 他就放下了 没讲圆满就放下了 就专讲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特别讲黄念老的大经节 这个重复讲了四遍 第五遍讲没有几次 他老人家就没办法讲 后来就枉生了 已是没有讲圆满 那么因为这个墓头的确太大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讲经法师也都很忙 很多地方邀请来来去去 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这样密集的这样讲 就很难完整的去讲完一步 不像在唐朝时候清凉国师 这个弦手大师他们都讲很多遍 听说也讲五十遍 那这个真是空前 可能也是绝后了 现在连佛学院都没有讲华言了 因为呢 分量太大 那么华言经在佛教经典里面是最深入的 最高深的一部经典 那么大家有缘来接触华言 应当庆幸 那这个因也不容易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论文 又如光明绝品 世尊放百亿光明 从此三千大千世界 变造十方 乃至禁法界虚空界 这个百亿 一百亿 我们看一百亿是一个数字 虽然是数字 但其本亿并不限于此数 吉也很吉多 世尊讲这个百亿 它是表华 不是表数字 以这个数字来表华 不是说现你说就一百亿 这是吉也很吉多 多到没办法去计算 那么用百亿来表太多了 不是说只有一百亿了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那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佛土 一尊佛教化的一个区域范围 一个太阳系 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元 我们地球在这个太阳系里面 其中的一个星球 可能说是小世界 但是现在你说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小世界 可能这个说法还不行 行不通了 不是太阳系是小世界 依照黄念老讲 他是学科学的 他说呢 大到银河或是才是一个小世界 或他说还不是很确定 说一个太阳系是一个小世界 他说这个 这个可能不能成立 应该呢 要一个银河系 才是一个小世界 但是他也不确定 是不是一个银河系 就是一个小世界 可能还有更大 才是一个小世界 那么小世界 因为他有一个须弥山 这个在经典上 我们常看到须弥山 那么太阳所围绕的中心 就是西弥山 一千个小世界 那就是一个小千世界 那么如果用一个银河系来计算 就是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 那么有一千个银河系 那就是佛经上讲的小千世界 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 那成为一个中千世界 那一个一千个中千世界 那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中千小千 那么这个叫三千 经典上讲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所以三千大千 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 是由三个千 联系乘起来 你看这个有多大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大得不得了了 这个是 释迦摩尼佛国土的范围 一个娑婆世界 这个娑婆世界 有多大呢 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是释迦摩尼佛教化的 这个区域范围 所以宇宙之大 不是我们心量所能比量的 我们想象不到 释迦摩尼佛就从这个大千世界 放光 从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 放光 变造十方 禁法戒 虚空戒 禁虚空 变法戒 都是佛的光明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达到 那么这个是 变造十方 乃至禁法戒 虚空戒 禁虚空变法戒 都普照 我们现在讲 请某某法师 来我们这里普照普照 就是这个意思 活光普照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论文 而文书说诵 交人离语有无 一意生灭 去来 种种诸见 便一切处 关于如来 视为路佛正信 那这个 一段论文讲 正信的标准 那么根据这段论文 文书说诵 要离啊 要离啊 教人啊 要离 离就离开 离开什么呢 离开有无 一意 一是一样 意是不一样 生灭 有生有灭 有气有来 种种诸见 那么这些见都是一个相对的 大小啦 长短啦 这个相对的见解 要离开这个相对的 那么离开这个相对啊 便一切处呢 观于如来啊 视为路佛正信 所以这个正信 这两个字也很难啦 我们现在还是要增加信心 一步一步 从养性 成为正信 我们先从养性 那路门 那么再成为啊 正信 正信就是这段讲的 要离啊 有无一意 生灭气来 种种诸见 这样啊 便离去处啊 观于如来 那个 这个就是 路佛的正信啊 他这里正信的标准在这里 我们从养性 再成为正信 资粮里引了 节流大师 勸发正信文 那么这个资粮啊 黄老他要讲 净土资粮 那么他里面引用了 节流大师 一些净宗的祖师 勸发正信文 正信跟普通信 出路太大 这跟普通的信啊 这个信仰信心 差别很大了 此处正信啊 讲得很深入 这个地方讲这个正信啊 跟普通地方讲的正信啊 那差别很大了 那这个地方讲的深入了 这个正信讲的深入 要离于八样事情 离于有无 有或者没有 要离这个有无差别之间 要离这个间 色即是空 色也即是有了 空就是无 那么空也就是色 那么你这个有无就离啦 那我们一般凡夫的见解 色就是色 空就是空嘛 有就是有 无就是无嘛 总是相对的啦 你有就不是无 你无就不是有 我们这个懂事 懂事要在一边 但是这里跟我们讲啊 就新经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那你两边就离啦 所以 色也是即有 空 色即是空 色也是即有 空就是无 空也就是色 那这样啊 你这个有无就离啦 这些有无的见解就离啦 一和一 一是一样的 一是不一样的 那诸佛法生 就是不一不一 不是一 不是一个 那也不是两个三个 你要从他的体性说 是一 从体是一都一样 要从四相说呢 他就是一啦 相就不一样 像 顾宫啊 珍宝 这个馆厂里面啊 那些 金灵珠宝 金是打成的种种东西 那么打成一尊佛像 打成一个人 打成一个物件 一个东西 那么解说员啊 他给你介绍 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 这都是不一样的 就那个像来讲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都不一样 他说不一样 很有道理的 就向上来讲 好 那么这一段 今天时间到了 那个 我们下一节课 再继续来学习 下一节课再从这一段来讲起 我们这一节课先 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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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